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年是排名第三,今年可能排名第四 所以如果是个单身的女性在葡萄牙 任何街道半夜12点再走 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葡萄牙人命非常友好 是非常包容的人民 没有任何歧视 没有任何什么 都是热向帮助的 我们在葡萄牙从来没有碰到过人不礼貌 另外来讲葡萄牙是生活成本是相对低的 但是生活质量非常高 比如来讲美国你付的地税 和付的医疗保险和各种保险 这个在葡萄牙来讲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个是可能十分之一就够了 大家可能觉得葡萄牙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不方便 但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 就是说葡萄牙呢 尤其对中国人是有很熟悉的地方 它的城市 中国类型的城市 不像美国这样的城市很分散 然后呢 在城市的公共交通也非常好 它也是个月卡公共交通费用相对低 所以这个很方便 另外一个呢 因为葡萄牙虽然是穷 但是呢 它加入欧盟以后 因为欧盟是这个财政是统筹的 投入很多钱去建设它的高速公路网 所以葡萄牙的高速公路网是非常发达 可以到任何角落 基本不存在一个城乡差别 所以你只要在葡萄牙住 南北也就是五个小时的一个车程 东西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 非常近 如果在葡萄牙 你开半个小时的车的话 已经非常很远了 几乎都是处理市本 这个市区过隧道啊 有一些塞车的话 基本都没有塞车 非常方便 另外我可能很多人可能也关心 就是语言的问题 葡萄牙是讲葡萄牙语的 但是呢 英语是普及率非常高 非常高 不是一般的高 讲都很精准 我住在一年 基本没碰到语言的问题 全是英文交流 任何方面 你包括银行啊 房地产经济啊 去买东西啊 小店啊都行 如果你恰巧碰到人 不会讲英文的话 他也马上会找一个人 会讲英文去帮助你 你包括文件 租房的文件都会有英文的版本 和葡萄牙的版本 所以很方便 所以葡萄牙的英文水平 是全世界英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他是非英语国家 全全球排名第七